茅山道士求道计在天道的传道历程中,宗教信徒一直是最难度的一部分。 香港有一位战性道卿,对道士分前程,一家大小都是道卿,唯独无法度他的哥哥求道。 因为他的哥哥是茅山道的传奇人,他的哥哥学道术已经到了可以知道过去及未来发生的事, 且用符睡起眼后可以看到灵界鬼神,可以直接与鬼神交谈。 因此任他弟弟说破三寸不烂之蛇,也说不动他来求道。 因为道士无情无相,没有有香的法术可以折服他。 有一天战成天因为要抄达父亲,于是告诉他哥哥,战成跟你不信道没有关系, 但是今天要抄达爸爸,所以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来。 千辛万苦地把他哥哥拉到佛堂,原本希望他顺便求道,但他哥哥死也不肯。 没求道不能进佛堂,只好让他坐在佛堂外的院子里。 庄严肃穆的抄达仪式开始了,战成天前城地顶着他父亲的名仙跪在佛前。 心想终于能为父亲尽点笑道,便传师呼仙时。 在佛堂外门口处的支里也呼叫他父亲的名字。 这仪式叫呼仙,似乎叫王陵进佛堂以授明师一指的仪式。 这时站在佛堂外面的站,长更亲眼看到他父亲身着乌汇破烂的衣服。 满面鞋鞋鞋鞋鞋鞋鞋走过来。 他依时兴奋拉着他父亲的手指叫爸爸,爸爸然他父亲底也不底, 甚至不看他一眼,把他的手甩开就走进佛旁。 他父亲是在共党占据大陆以后,被共产党活活打死的。 他还记得他父亲临终便是这个国家。 经过了那么久,一点都没有改变。 不一会儿抄拔一世结束了。 他又看到他父亲走了出来, 但却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。 脸上的血迹不知怎么也不见了。 全身散发出一种何序的光滑。 他又上前去换他父亲。 他父亲不理会。 他又拉住父亲的手, 父亲还是把他甩开。 而跟着一位面容圣洁慈祥的天人腾空而上, 不久就消失无踪了。 原来王灵得道后,便有先佛来接引之回礼天。 这位毛山道士,在亲眼目睹了父亲王灵得道历程。 不得不相信天道,虽没有神通法术, 但却是能超生了死。 于是急急忙忙地冲进佛堂我, 要求到我现在要求到每个人都以为, 他在开玩笑刚才劝你, 老半天口都说干了。 说什么你也不求, 怎么现在突然要求了。 于是他将超拔时他在佛堂外所见到的一切从头说起。 他们才相信他真的要求到了。 但常天心中激动不已, 一方面心起他父亲已超生了死。 另一方面他哥哥终于又求到了。 变传师随即为这位毛山道士准备办到, 他终于跪在弥勒祖师面前, 步入弥勒慈悲的大门。 而当点传师传三宝时, 他竟然看到观音菩萨现身, 借着点传师的肉身来点道, 他惊奇的目瞪口呆, 突然说瞪一下。 他们以为他又反悔不求了。 没想到他说这么好的道, 我要把全家都带来一起求。 于是他立刻赞回家, 把全家大小都带到佛堂来一起求了这个珍贵的大道。 求到以后, 他深刻体认到道术, 虽然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, 可以做别人做不到的, 但却不能超生了死, 学了一身道术而脱不了轮回, 学得再多再经都没有用。 所以不久, 把他的徒子喜孙们都带到佛堂一起求到。 从此迷了门下又多了一批生力军。 https://www.facebook.com slash permalink.phpstory underscore bit equals 433,827,780,129,295 and it equals 100,000,562,308,700 庄子新增了五张新相片。 五月十五日十二点零七分 三十二点零七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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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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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